它這邊有剩餘時間的 很快 我已經成功把一座塔給推下來了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進 今天我來到哪裡 看到這個場景我們就知道我們來到了湯姆熊 湯姆熊一直以來都是我小時候最常來的地方 小時候一有一點零用錢就想要來湯姆熊打電動 今天來的主題呢 我是想要實測這個一千元可以換到多少彩票 好像也蠻多YouTuber拍過這個題材的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也來測測看好了 因為我也還蠻想要玩這些東西的 剛才我一千元有換到這一些代幣 它一個是五塊錢嘛 所以這邊是有價值一千塊的代幣 跟三百塊的代幣是你滿一千它會多送的 這個是我不知道的地方耶 我今天實測可能會多了這三百塊的戰力 然後我今天呢我要先來挑戰的是這一台 只要把中間這個塔給踢下來的話 感覺會很多錢啊 應該會賺翻對不對 先試投一個看看 它投一個代幣可以遊玩兩次耶 就是等於是一個代幣會變成兩倍 我們今天的最大目標就是把它給推下來了對不對 我應該要想辦法拉到中間的那個感覺好像多送比較多耶 還是那個老人家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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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中了 再來 我怎麼覺得它好像沒有在移動 它是不是在跟我開玩笑 你看喔 我直接多投一點 直接拚了 有有有有感覺有感覺了 它就是要掉才有感覺啊 所以 中那個左邊的這個金幣法師是掉最多錢的耶 恭喜進入派對時間 幹嘛幹嘛幹嘛 派對時間是不是 它那邊那顆球在轉了 我看一下它到底在幹嘛 24 它中了一個24 我 我現在完全不知道它現在在幹嘛 它現在等一下要送我這麼多彩票嗎 你現在看到畫面 這個塔 就是這樣子生存的 沒有 雖然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它開始升塔了 應該是我剛才進入了那個 天空之神的模式 然後它就開始在做這個東西了 我們看這一顆塔要多久 現在不能打擾它 它這邊剩餘138 所以它等一下還要再出100多枚在這個塔上面 我這邊呢 花了155元呢 成功建的第一座塔 呵呵 前面那一座是別人建的 但是後面那一座是我建的 而且後面那一座塔 好像比前面這座塔還要高 它現在才開始在往前推了 它沒有把前面那一個塔給推下來啊 還在掉耶 欸我這樣大賺了吧 如果你是落入這兩區的話 它是不紀錄彩票的 現在已經這麼長了 不知道是賺還是賠耶 我們繼續 可以可以可以 往前推 我覺得這一座塔 快要掉下來囉 讚 現在目前我都還是 花155塊裡面的 因為我那個局數還沒有用完 我現在覺得越到邊邊它越難推 因為這邊感覺是有一個拱起來的是不是 它有點防禦模式喔 還是我心理因素 請投幣了 好 看來還是要些許的這個投資才行啊 對不對 又進入一個模式了 彩票精靈的模式 喔它是不是直接給彩票的啦 它就沒有要堆塔還是什麼的 只有中間那一個模式應該是堆塔的 左邊應該是送金幣而已 我已經找到可以一直種那個老頭的方法了 有沒有 命中率幾乎百分之百啊 這是訣竅好不好 嘿嘿 中別的 欸當我現在運氣不錯喔 我震望的喔 欸這次掉很多欸 再推再推 兩座塔 快連起來了 我成功了把這個300塊的代幣給全部投進去了 有41局 然後這1000塊我都還沒有動 喔 又進入派對時間了 欸它該不會要再生一座塔吧 喔它這邊有剩餘時間的 很快 哇塞 我已經成功把一座塔給推下來了 所以後面又多了一座塔 現在這邊又是雙塔 它高塔的彩票數 現在統計到300多耶 所以它現在要出300多張啊 有了這看到了感覺非常的好 就是要這樣子 然後後面的那一座那個天空塔呢 它還在製造 塔的高度不一樣耶 卡的高度是會去 被這個其他的因素給影響的 我終於把那個老人家給用滿了 它會掉那個100枚 我覺得我還可以再拼 下一座塔下來 又掉了 這可多了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高塔彩票多少 應該是300多枚喔 專業的弄法呢 就要讓它自動折 這感覺很好 這一座塔呢 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 最後我再把這一座塔可以推掉好了 我現在總共已經推兩座塔了 有了有感覺了 有感覺了 還有再往前走 再走我就可以收工了 下一 下一 這一波有機會 現在都弄不到這個老人家 它現在地基已經不太穩了 掉 掉 掉 它已經在邊邊了 快 下來 這一座塔不知道是不是比較重 所以它比較難掉下來 所以我這一座塔的話 成本有比較高一點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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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啊 這種沒有塔 收工 這樣是最划算的 然後我這邊的代幣還剩這一些 我也不知道剩多少 等一下來去玩一下其他機台 我們這一座塔有362 是我剛才這三座塔裡面最高的一座 這一個呢是這一台機台拿到的 有這麼多 所以我們等一下去挑戰一下其他機台好了 歡迎收看VS Media 我是戴絲友蘇 我是瘋狗編 週一是週五 每天週五十二點 小編造口夜 陪你聊聊最熱門新聞 每天直播在線等你喔 拜拜 那我現在選到另外一台 也是推金幣 它在挑戰我 想要投它的那個慾望 而且這邊它這個是可以自己手動的 直接丟這邊了 完全沒有推下來 糟糕 我是不是被這個 用人的陷阱給騙了 完全沒有在動的感覺 完全沒有掉半沒下來耶 我現在是完全就是分母的狀態完了 這種結局我不能接受 有了有了有在掉了有在掉了 我現在發現這個有一個訣竅呢 就是這個推金幣的這個東西 要出來的時候我在投 才不會越疊越厚 像是這時候 有沒有 它這樣才會感覺有在推的感覺 感覺前面這一片都還是沒有下來的感覺啦 而且我覺得這一台比較累 它還要控制這個 你壓到中間的時候它有時候會回彈回去 所以我們必須要控制好 壓到它剛剛好 這個角度應該可以 下去 這個比想像中的還要難推 現在這邊 越來越誘人 越來越可口 往前推吧 這一台呢我覺得有點難 但是其實 彩票也是蠻多的 我覺得這一台就先這樣子好了 好再來我選到了另外一個機台呢 剛才推金幣還稍微有點技巧 還有一點戰術說要推哪裡 這個沒有這個純靠運氣 它有紅色黃色藍色綠色白色 但是範圍不一樣 相對它的金額也不一樣 有15 25 40 跟75 所以我們直接來試了好不好 我們先來賭機率高的 紅色 不是紅的就是綠的 我猜 有啦紅色 是不是 黃的 運氣的東西 我不相信 藍的 跟你講我先賭到紅的為止 紅色該來了吧 又藍色 又藍色 我懷疑 它有毒心術 不可能一直不出紅啊 喔 喔 停 好 停停停停停 再滾一下 你們知道什麼叫臉黑的代表了吧 再來 我這一局它不給我賭 它可能要等下一局 欸 我沒 我沒下注 它就給我紅色啦 那不能賭紅色 我要賭綠色 白的欸 來 紅的 有了吧 欸 是不是 感覺我是倒陪欸 15張 我們來試一下別的好不好 黃 黃 欸 欸 我不賭紅色它就出紅色啊 還好這樣子的喔 黃色 黃色 再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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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對 不對了 我們來賭個白的好不好 差不多該出來了 一次75張啊 根據我多年來的經驗 欸 沒中 就差那一點點啊 我覺得這個位置呢 稍微換一下改改運 來 綠色機率非常高 欸 白的 太扯了 當你想要什麼時候 它就偏偏不給你什麼 我覺得這一台我已經抓到它的喜好了 我再一次綠色 應該有 欸欸過去過去 黃的 欸其實它白色機率很高欸 我剩下我全部堵白色 我就拚一次大的好不好 白的 喔喔這滾好久 這滾超久的 白的 欸是不是 直接中啦 各位兄弟 有沒有 要給它一個漂亮的拖地 對嘛 剛才輸的全部都回來啦 賭白的我們才會賺錢 呵呵呵 還會不會有 停在白色 喔喔喔 又中了 這一台才是最賺的吧 花最少成本中最多的 現在我們的彩票一直狂掉 最後幾枚 我們再拚拚看 最後三枚了 來吧 哇咧 藍色 快結束了 綠的 來 紅的 該出來了 最後一個 海底撈月 啊 好啦 GG了 好啦 這個是這一台的戰機 好像比較少欸對不對 看似好像賺比較多 但是實際上沒有 接下來就直接去看一下 我多少彩票吧 我現在要進彩票了 這一台是我剛才那一個 球的那一個的 166 然後這個是另外一個推金幣的 加起來是433 最後一個 我怎麼覺得投這個 看起來很療癒啊 現在這個是偏空塔的 現在這個是偏空塔的 超級多 全部呢總共是1868 這是一千塊可以換到 1868個彩票 好啦 最後呢 我一千塊換到了一個這個 長得很像 鋼鐵浩克的 應該不是漫威的吧 然後 兩罐可口可樂 跟一個小罐的 喔 這樣加起來差不多 1800多點 你們覺得划算嗎 應該OK吧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